大家好,我是莉莉,我现在读一个故事,是万能星 宇宙中有一颗很小的星星,它的名字叫万能星 万能星上的孩子们舒服极了,他们连一顶点的家务鬼都不用干 什么事都有着他们的性子来,爸爸妈妈都说,只要你们开心就好 为了不耽误儿子看书,儿子的书包呀,鞋带呀,上学的午餐 全部都有爸爸来做 为了不打扰女儿玩玩具,玩游戏 妈妈总在没完没了地收拾她的玩具 清洗女儿换下来的一套又一套的衣服 万能星上的孩子真的很有出息 在这里两岁的小孩就可以会写书法,会画画 会用电脑,三岁的小孩会唱歌,跳舞,还会游泳 四岁的小孩就能演奏一百多种乐器 地球上的小孩到了四岁才开始上学 可是在万能星上,六岁半的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这些大学生们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偏偏偏没有学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日子一年一年都过去了 终于有一天,万能星上的爸爸妈妈们都老了 根本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包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一些家务活 比如洗澡,刷牙,收拾衣服,洗碗,扫地 更糟糕的是 小朋友,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不会系鞋带,怎么走路呢? 想出去玩 万能星上的孩子两次误了火车开动的时间 三次没有赶上飞机的起飞时间 这个时候呀 他们真的赶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是得不到的 如果他们不会自己动手的话 所以他们决心自己开始动手学习小小的本领 开始练习,管理自己的时间 尽量的在该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 该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 结果呢,万能星上的孩子真的过得非常开心 好,如果你们喜欢莉莉这故事 就帮我点赞,订阅和分享吧 好,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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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